第八十屆金球掌 将在香港时间 明年1月11日在洛杉矶举行 昨天12日晚就公布了提名名单 华人女星杨芷琴 凭何里活卖作片 奇异旅合反救宇宙 以大热姿态获得歌舞 喜剧组最佳女主角提名 这次是她入行38年以来 第一次得到金球掌提名 二年六十岁的杨芷琴 凭何苦藏牢认定她国际级的地位 近年在荷里活依然非常活跃 早前曾经参演《尚气与十环邦传奇》 原来她差点 和《奇异旅合》玩旧宇宙刷身而过 因为电影《女角》的名字和她相同 她认为角色需要有自己的声音和灵魂 表示如果导演不肯改名就不怕 幸好导演从善如流 造就了杨芷琴掌上另一事业高峰 早前她已经先拔头筹 凭这部电影在美国全国电影评论学会封后 相信会为她今次赚奖 打下之强心针 而剧情组最佳女主角提名方面 澳洲影后《旗体班查》 凭新片获得提名 她早前击败杨芷琴 奪得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影后 至于影帝方面 猫王男主角 奥斯汀布拿和晓晶文 分别得到剧情组影帝提名 而丹尼尔格力就获得 歌舞 喜剧组最佳男主角提名 《优国人》 《优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